好 主播利益保樂園 今年的春節推出了 12歲以下兒童免費入園的優惠 雖然前一天早上天空下著毛毛細雨 但是仍然吸引了不少的親子 前來歡度春節 對疫情也不能到太遠的地方 就近一點 比較歡樂的感覺 很優惠 很棒 你又省多少 省蠻多的 大概300塊有 有南部跟北部的民眾 特別來到遊樂園玩 那為了防堵疫情 這遊樂園的工作人員 一大早就在遊樂設施打消毒 讓遊客可以安心的玩樂 我們每天都會派出這個 我們的消毒車 做全園區的一個環境的一個清消 那所有的遊樂設施 在遊客只要一搭乘完畢之後 我們也會立刻針對遊客 常觸摸的把手座椅的位置 來加強的一個消毒 園區除了防疫措施做好做滿之外 活動也是大放送 推出了春風樂的活動 只要買全票再加上100塊的話 就可以進行抽獎 而在大年初就有民眾 很幸運的抽到大獎 把電視機給抱回家 讓民眾在玩樂的同時 能夠安心也玩得開心 以上這一集講到的消息 時間交換棚內 新那一年就好像老虎一樣 站出來就充滿霸氣 祝大家2022 心思像虎一樣敏銳 氣勢像虎一樣霸氣 祝大家2022做事情就像 一出手 成功就到手 茄子蛋 五堅情 高爾瑄 十九組大咖親筆祝福 快上TVBS官網搶喔